康熙变色融资倒霉书生 萧爱氏一推开门 发现蔡书生正在专心看着书 他一步一步悄悄地走到 蔡书生的身后 不过蔡书生却浑然未觉 还看着书 有时候哈哈大笑 这个时候萧爱氏眼露凶光 他心想既然他得不到 别人也休想得得到 他拿出欲藏已久的尖刀 狠狠地往蔡书生身上刺举 没想到蔡书生忽然打了个喷嚏 身体一弯就躲过了这一刀 让萧爱氏扑了个空 这个时候蔡书生才赫然发现 萧爱氏的存在 而且更令他诧异的是 萧爱氏手中的那把尖刀 到底萧爱氏跟蔡书生之间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 而萧爱氏为什么要置蔡书生 于死地呢 好丑 对 而且我都已经要刺下去 还那么慢 你知道只好卡在那 没有 我想到了 应该那个盛大哥来演那个蔡书生 盛书生 然后你还演要置蔡书生 我来念那个啦 萧爱氏一推开门 发现蔡书生正专心看着书 她一步一步悄悄地走到蔡书生的身后 不过蔡书生却浑然未觉 还看着书哈哈大笑 这时萧爱氏眼露凶光 心想既然她得不到 别人也休想得到 她拿出遇藏英雄的剑刀 狠狠地往蔡书生刺去 没想到蔡书生忽然打了一个喷嚏 身体一轮就躲过了这一刀 让萧爱氏扑了个空 这时蔡书生才赫然发现 萧爱氏的存在 原来他们俩相爱已久 这时开启打起舌阵来了 你不要笑着我画眼啊 少来了 打了舌阵两个人画难分的 真正如愿意演到 萧爱氏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我那个猙獰的面孔都演出来了 还要相爱 你有露出真灵的眼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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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叫我怎么演 郑大哥你是不是从来没有 你有没有演过戏 没有演过戏 你没有演过戏吗 没有 没有 今天第一次了 我看他刚才在那边磨蹭很久 一步一步靠近 我没有看到 看的人怎么样 你回家看播出 还满死板的 可是你后来播新闻的时候 有想要改变风格吗 我帮你把刀拿掉 如果刚转过来 等於想到为什么盛竹如大哥 要拿把刀 第一部类戏剧 台湾变色楼 台湾变色楼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啊 那个时候制作费很低 其实制作费相当高 相当高 相当高 都发在你身上了 对... 没有 其他都很低 我以为他们靠你讲旁白 就可以省掉很多拍摄的情节 所以其实是花了很多钱拍摄 花很多钱 真的是花 可是后来那个 你旁边的李组长 他自己当了那些剧制作人 他说他90分钟... 因为他那个时候啊 那时候开始 电视圈已经开始有点撩倒了 夢 请问你今天来干嘛 我也曾经演过类戏剧的 没有 他们说你没有 你演的那一集 你讲出来看他们成不成的 那个时候 你演的是A片耶 不是啦 情定没害怕 他害你搞不懂A片的类戏剧 床上接班人 1996 A片的类戏剧 真的 真的有一处叫床上接班人吗 有的床上接班人 你这是他演吗 没错 还有情定北海岸 你演两部 有什么东西 以及還有一部吗 以及...那个叫什么 有危险關係 什麼是危险填不辣 讲错了啦 沒有 我真的有演过啊 《精益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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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开往枪嗎 A片5 你为什么要开往枪 没有 那个是 有这个类戏剧節目 有...华氏的... 對 而且那个类戏剧 算紅的是哪幾個 玫瑰同龄夜 藍色水龍玫瑰同龄夜 藍色自作啊 對 台灣變色囉 所以李組長製作那個叫紫色 曼陀螺 那個沒有 它那個是後期了 後期了 後期了 所以紫色曼陀螺就是 延續藍色同龄夜 玫瑰同龄夜 玫瑰同龄夜 你不能這樣講解 不然那時候電視沒有重播啊 你不看就看不到 可是周六晚上八點適合播 都是綜藝 對啊 它社會事件 也有一點搞笑的味道啊 怎麼會有搞笑的味道 難以外遇啊 法妙把內褲套在頭上 靈魂沒有辦法從屍體出去 我就沒有辦法報仇 好笑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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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沒有辦法出來 然後就一定要把他... 不是 這樣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本來以為 這個畫面是很好笑的 畫面就好可怕 沒有... 他還要說 最重要的是還要先把我屍體燒 把我內褲拿在手上 把我屍體燒完了 再把內褲套在我頭上 好笑喔 這種正常情緒 這不是藍色之孤王 他講的不是 那你們演的時候 不能講話難道不會很痛苦嗎 他會有那個 副導演在旁邊練OS 我們聽到OS之後 我們就做動作 可是嘴巴不會忍住 就是... 可以講話 可以講話 他不收音 他不收音 所以別人插住你脖子的時候 就可以嘴巴有收音 可以啊 還是因為你要講話 才會帶動情緒啊 因為被嚇了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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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殺人家 可是他們總覺得 我那個表情就是那種 好像要他的財產 要他再生氣 對啦 殺氣 就為那個表情 你只能一演一個 歡迎客人下次再來的眼神 我看看 真的是... 他要公才看你 對啊 是嗎 能演得出純情的表情嗎 對啊 對 紫維 你抬頭看到你愛的男人 1 2 3 來 我回來了 你沒有要殺他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說話 是 我終於等到你了 你全回來了嗎 我真的 我心裡是想 我終於等到你回來了 是 現在才叫殺他 你回來了 那你回來要把我殺掉 你到底帶了多少錢 你一直有辦法嗎 純情的眼神 純情的眼神 你老公回頭找你 對 你等他很久 他終於回來了 兩個兄弟 玉子 我試過這麼多 還是覺得你最好 不會... 你當時長旁白的速度 是隨便你改變嗎 就是跟現在說話差不多 可以...可以急慢嗎 也可以慢 也可以快 你快得起來嗎 快得起來嗎 對 你當時有快嗎 有快啊 所以你模仿聖大哥的時候 是急慢嗎 急慢 燈不點不亮 話不說不明 再慢一點 人的一生當中 有許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歡迎收看 蜘蛛丸... 蜘蛛丸... 蜘蛛丸 真的 他的語氣真的好像 快要呼吸不過來嗎 有...就是... 有嗎 有拖那麼長嗎 非常 有時候也滿長的 是的 不過漢典把我醜化他 不好意思... 我覺得宣大哥跟李組長 應該都滿輕鬆的吧 聽說李組長什麼都不做 所以李組長到底有沒有去 真正查過案子 有啦 會去訪查一下 然後做個眉頭 然後資料看一看 然後桌子一拍 換 想要 你的眉頭有沒有因為案情的 那個輕重變得深或淺 會啊... 有差別嗎 會...有差別嗎 你弄一個現在只是比較輕的案件 你看起來 然後蓋起來就想想 好像不太對 就打開了 沒有 這個點有問題 不暗了 所以眉頭一皺這句話是你說的 對 所以你每次都說眉頭一皺 你不會... 你作人眉頭一皺 知道事情並不單純 沒足夠啊 沒足夠 事情本來就不單純 因為是案件啊 所以你說你初期是主持 後來變成配旁白人 像台灣變色龍啊 我自己還譬如說到陽明山 還看看下面有什麼東西 好像我也在查案一樣 那樣的主持人跟旁白人 所以就酬勞比較高一點 原因也這麼高 不酬勞... 聖大哥我們也有外景耶 對啊 每天都外景 怎麼我們的... 不一定比我少 那你真的靠淚氣去撈了一大筆耶 我告訴你 對... 我告訴你 類似的節目啊 其實我可以撈得更多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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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終於想說 想說 我還是... 我不願意... 不願意做那麼多 好 我...譬如說我... 原本可以做幾個這樣 一個禮拜兩集好了 每年收入一千多萬 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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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兩百萬就買個房子咧 話都講出來了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可以啦 你確定是可以講嗎 可以啊... 可以啊 現在 抽稅也抽不到了 已經早就過去了 對啊 我都追溯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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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